新冠肺炎昨天民本土确诊个案把症状误认是一般的鼻子过敏 引发了相关族群忧心自己会不会感染了却不知情 对此医师认为民众不用过度的恐慌 但是如果呢自己的过敏症状时间前后出现差异 例如本来只是单纯的鼻塞 但是却多了流鼻水等状况就要特别的留意 另外有旅游史或者是接触史就要让医师评估裁检 因为根据统计确诊个案发现管道 以机场拦截占110件最多 至于和确诊病患相关的接住者裁检和居家隔离者 加起来也有89例 这显示出跟个案同住的接触者离病风险较高 鼻塞流鼻水鼻子过敏好不舒服 却引发民众忧心会不会有可能感染新冠肺炎 国内医师指出仔细辨别症状还是有些微差异 不用过度警惶 比如说以前过敏如果大部分是鼻塞打打喷嚏 而且频率不高 以鼻塞为主 那现在的过敏如果是鼻塞加上流鼻水 而且鼻水量还不少 你就要小心 或者甚至鼻水有一些颜色 就是如果以前的病跟现在病其实表现不太一样 你不要把目前的症状 还是归到以前那个诊断 医师解释过敏肠肺和病鼻子痒或眼睛痒 一般固定在早晚时间发作 但如果有旅游时或接触时就得提高警觉 根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统计 确诊个案的发现管道 以机场拦截占110件最多 其次是居家检疫以及自行就医 事与和病患相关的接触者裁检和居家隔离 加起来也有89例 此时处与确诊个案同住的接触者 离病风险较高 有医师认为这类族群不论有没有出现症状 应该都要加强裁检才能避免漏网之余 另外根据目前观察 从欧美返台的确诊个案 似乎比较快能解除隔离 相对中国回来的患者需要花较久时间 才能三采阴性 是否跟不同区域的病毒特性有关 医师认为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记得陈子凡林新台北报道